我早点剩的饭 加点肉煮了吃了 这两天露营 睡觉是睡得早 但是中间脑醒 一晚上醒个两三次 而且做梦 一晚上做个两三次梦 每次做梦都醒 而且做梦是做的那种 要不是噩梦 要不是 但是 让人精神特别紧张的 拿个锅吃饭 买个勺子 这个筷子好吃 一天才洗多少 外面露营太麻烦了 做饭太麻烦 没有吃饭的地方 全天 昨天啊 昨天是前天 昨天我去称了下体重 我去免 买那个软包 结果发现 好像是只有112斤 不知道它它称怎么的 反正如果是122斤的话 我就有点太瘦了 平时都是我 是120斤了 一把22斤 一把22斤 在我这十几年的生平当中 只出现过一次 是 它就是15年去 骑单车去走电章线 去拉刹过后才能打到这种区种 这段时间 做期时间不太好 这一段也不规律 所以瘦了 难怪不得 我这个睡袋睡 睡着晚上有点有点冷 按照平常 以前骑单车这个睡袋 这种零上的温度 睡起来是不冷的 而且 有时候还有点发热 可能我 提供减了好几斤 如果是112斤的话 它就是8斤了 8斤 身体上的脂肪 肯定少了 一点都不扛动 而且体力 没钱好 虽然是虽然这次 带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 总感觉起起来 跟徒步快不了多少 脂肪少了 抗动能力也就减弱了 体力也不行 这才是刚刚出发的 体重 又减了七八斤了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梦 最后一个梦 梦醒了就天亮了 最后一个梦 我梦见我的帐篷 被吹到上面去了 而且是连人一起吹上去的 第二天醒来的后 醒来过后 马路边 有个人在我旁边 我说 我怎么帐篷 帐篷连人挂在了马路牙子上 我在浪漫 昨天我睡的地方 跑到哪里去了 结果连人带帐篷一吃上去了 帐篷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 一路一路傻一地 这两天到帐篷 老是做梦 一晚上在做梦 而且做梦是做的那种噩梦 那我是精神特别紧张的梦 感觉大脑 醒来的时候又说大脑有点累 大脑没得到休息 大脑一直在转动